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二,1月23号,多伦多下了一点小雪 又是我们到了每周一次,看看Costco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了 一进门就看到这个仿羊毛的小地毯 这个是圆形的,它的直径是125厘米,一共有四个不同的颜色 我摸了一下质感非常的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它原价是89块9毛9减15块,到1月29号为止 我关注了很久的加湿器,终于也减价了 但是工程师说它这个容量太小了,只有7.5升 所以后来我们在华人店买了,价格当然便宜很多 因为都是从国内运过来的,价格当然很好 至于质量我没有比较,所以我也不能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这个加湿器现在减价了,原价是114块9毛9减25到1月29号为止 这个是加拿大几乎加加必备的放在车上的扫雪器 很多商店有卖,当然尺寸都是不太一样的 Costco这个个头比较大一点,原价是18块9毛9减4块到1月29号为止 我注意到Costco有这种大玻璃罐装的植物 好像一个小小的热带雨林一样,非常的有氛围,也非常的有创意 这里头有热带植物,有一些苔藓,有小石头 我个人觉得它除了贵没有什么毛病 44块9毛9这样一大瓶,确实价格还是挺贵的 另外这个大的肉肉花也开始减价了 这个还是挺合算的,现在是9块9毛7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些质量非常的好,个头也很大 还有就是这些春节的装饰品,之前是38块多钱我记得 现在是19块9毛7,已经在甩货了 因为今年是兔年,Costco也开始卖有兔子的装饰品 原价是15块8毛8减4块到1月29号为止 圣诞节和新年都过了,中国春节也过了 我注意看了一下,减价的食品确实是不多 但是Costco也会陆陆续续每天拿出不同的减价商品来 我今天只看到了两样比较合适我们大家的 这一款是椒盐鸡翅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鸡翅膀 这一大盒是1.8公斤,上面特别说明了不能用微波炉 他说的是可以用烤箱,但是我觉得用空气炸锅也是一样的 原价是24块9毛9减5块到1月29号为止 这一款也是以鸡肉为主的主食 里头加了cheese还有番茄酱 外面是用面包糠裹好的 放在烤箱里烤一烤就可以吃了 原价是14块9毛9减3块也是到1月29号为止 Eddie Bauer的防滑雪靴也已经减价了 这个我上次给大家介绍过 它的质量是相当好的 鞋子里头带着绒毛 而且底是橡胶的,确实是比较防滑的 问题是好像对我来说真的是有一点难看 价格非常的吸引人 39块9毛7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伦敦物的Comfort 之前的视频里有和大家说了一下关于北美的被子 Comfort其实也是被子的一种 但是这种是不用被套的 直接放在床上 有一点像我们的床罩 伦敦物的这一套质量还是不错的 很柔软而且挺厚实的 这个三件套里头包括一个被子 另外包括两个枕套 这个枕套主要是用来做靠枕的 Costco现在有三个尺寸 Double的是39块9毛7 Queen Size的是49块9毛7 King Size的是59块9毛7 有好几种颜色可以选择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也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电热炭 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大吃已经 今年好像气候一直非常温暖 这个渐热炭应该用的机会不是很多 它原价是49块9毛9 减10块到1月29号为止 另外Costco的毯子 有King Size和Queen Size的 现在也都减价了 这个毯子手感不错 感觉质量还是挺好的 上个星期其实就开始减价了 但是当时我觉得可能不会有 特别多的朋友喜欢 就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今天去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买 这个毯子不论Queen Size还是King Size的 都是减价7块到1月29号为止 它的手感很厚实很柔软 最关键我觉得它几个颜色都比较好看 一看到这个大家都知道 报税的季节又来了 很多朋友都是在家里用这个软件自己报税 一种价格是74块9毛9 还有一种是119块9毛9 我个人理解便宜的那个应该是普通家庭用的 贵一点的那个应该是好几个人可以同时用 另外如果你有小生意的话 用这个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经常自己报税的朋友肯定懂得比我更多 这种放在院子里的小房子式的小储藏室 Costco也已经开始卖了 1699我记得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 但凡这些小房子或者花园里其他东西出来 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春天就要到了 最让人高兴的是Costco的花盆土已经开始有货了 这个花盆土上头特地写明的是室内用的花盆土 那肯定有朋友会问室内用的我可以不可以用在室外呀 当然可以了但是价格一般会稍微的贵一点 这种室内花盆土里头是带点肥的 你看蛋铃甲是0.25,0.13和0.19 特别的它上面写的是肥效可以持续达到6个月之多 也就是说它里头其实是有缓释肥的 上面特地说明这里头没有堆肥,没有树皮 这样就可以避免有小黑肥生成 这个之前多次和大家说过 种在室内的植物一定一定要用室内土 因为它没有堆肥,没有树枝和树叶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另外特别的它有缓释肥,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说6个月但是我个人觉得大概4个月左右肥力就不大行了 当然它的说明是up to,所以也没毛病 我去的这家Costco目前室内土不是很多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看一下 当然后面会持续的上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土 这个室内土一大包是42.5升 价格是16块9毛9 上个星期给大家介绍了一块Moskokachin 那个椅子比较贵,而且是可回收塑料制作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Moskokachin 完全木头制作的,价格是69块9毛9 这些花盆土以及Moskokachin 虽然都没有减价,但是看到它们就看到了春天 所以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小蜘蛛的手套 这个上头没有写是男的还是女的 所以我理解就是男的女的都可以用 它原价是19块9毛9-4块到1月29号为止 给大家介绍一款虽然没有减价 但是很好穿的拖鞋 这个是Sketcher的 我之前有一双 去年穿坏了以后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有 现在终于碰到了 本来想装一下嫩买粉红的 但是它确确实实实在是太粉了 我就买了这一款深灰色的 它虽然没有减价 但是价格是19块9毛9 我觉得也挺便宜的 最关键是非常的好穿 有了这双拖鞋去海边度假 或者说是在家里穿一穿 都挺方便的 这一款真知人的巧克力 现在减价了9块9毛7 我有朋友特别特别的喜欢真知人巧克力 另外还有很多减价的服装 我就没有一一列出来 总体来说Costco这周减价力度不是很大 减价的东西也不是很多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